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女人的丈夫狠心把母女俩踢出了家门 当他们在山里搭建好住所后 又被人点了一把火给烧掉了 到底是哪个丧尽天良的竟然这么狠心 这简直是把母女俩置于死地 不知所措的阿芳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 她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继续下去 只因上次在山脚下发现一条蛇 妹子拼命驱赶无果之后 阿芳只能带着女儿寻找新的出路 于是他们来到一片茂密的丛林 这里虽然不能遮风挡雨 但好在环境非常清静 航边生长的木树可以更方便地解决他们的温饱 然后妹子把周围清理了一番 视野就显得开阔了很多 不过这还远远不够 必须打造一个框架遮阳 要不然火热的太阳绝对会把人晒得中暑 于是在附近寻找着 看看有没有可利用的树干 好在旁边有不少长长的枯木 这让它整理起来省事了不少 经过一个小时劳动家 也是轻松带回来一堆适用的木材 既然有了合适的材料 搭建框架自然就快了许多 只需用树皮捆扎就做好了 一副结实的骨架 当然这只是半成品 至于这样的材料 这可难不到聪明的妹子 只剑地收集来一堆干枯的骨盔 只需将其封设在骨架上方 就可以达到遮阳的效果 把床垫整理好之后 临时住所就正式完工 不过阿芳并没有停下来休息 在收集一堆柴火之后 就燃起了火堆 最后在旁边拔了几根 措手可得的木树 不错今天的晚餐正式木树 然后用菜刀切成小段 直接扔在火堆上进行考制 虽然这种木树口感不怎么样 但能很好地解决母女俩的一日三餐 这是在不花钱的情况下 解决肚子温饱唯一的办法 在大火的烤之下 木树的表面很快被烧得焦黑 把皮剥开之后 看见里面熟透就可以吃了 把肚子填饱之后 阿芳又背起背楼 牵着女儿的手又开始出门干活了 尽管下午的天气很热 但也阻挡不了母女的脚步 就这样走着走着 一直来到大山深处 发现这里有名贵的草药 阿芳便停下了步伐 先把妞妞放下来之后 就开始清理周围的杂草 当扒开后不看不知道 一看简直吓一跳 这种平时很少见的草药 在这里竟然生长得这么茂盛 于是赶紧放下背楼 手忙脚乱地采摘起来 直到摘满整整一筐 阿芳这才停下手来 虽然这里草药的量很多 但不能以子性全部摘完 必须留一些让它继续生长 然后阿芳便抱起女儿向外走去 就这样一路走着走着 便来到村口的必经之路 这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 是摆摊的绝佳位置 然后用包装袋把草药提前装好 看着这满满的几个袋子 很快就有一个妹子买走了一袋 就这样一个接着一个 直到最后一个大姐把两大包买走 看来这种草药真的是很畅销 不到半个小时便早早收摊了 今天算是下了一个早班 阿芳便带着女儿 高高兴兴地走在回去的路上 今天赚的零钱 当然少不了妞妞的好处 这不又来到小商店 经过一番挑选 于是买了女儿最喜欢喝的果汁 以及一包老牌牛肉面 这可是她最喜欢吃的零食 在付完钱之后 阿芳便背着女儿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当回到住所的第一件事 你绝对猜到 没错妞妞这次开始干吃泡面 不过光吃面还不行 阿芳则在一边烤着玉米 直到金黄的玉米表皮变黑之后 就可以包着吃了 由于这个遮阳棚还是过于简陋 阳光还是会从侧面照射进来 阿芳决定再收集一些树枝 就在他们干着活的时候 这边的遮阳棚突然着火了 当妹子和女儿回来的时候 她会怎么处理眼前的这一幕呢 阿芳接下来又该何去何从 就在她伤心难过时 突然眼前发现多了一只鞋子 仔细一看才回想起 这不正是自己去年给丈夫阿军买的鞋吗 没想到她竟然这么狠心 丝毫没有给娘俩留一条活路 于是她赶紧整理好自己的思绪 并打算去村馆那里告发 酒鬼丈夫的所作所为 然后立马收拾好行李 拿起这个鞋子当做正午 便匆匆忙忙来到村委会 并向村长一五一十说明了 酒鬼丈夫犯下的种种尊心 村长大哥听着也是十分生气 随后立马起身带着娘俩找阿军 在路上村长也时不时安慰阿芳 还说一定会教训好阿军 为妹子讨回一个公道 阿芳听着也是非常感动 就这样把村长带到家门口 说巧不巧 一进门正发现丈夫阿军正喝着酒 阿芳就当面诉说着她种种行为 问她为什么把娘俩置之于死地 经过一番对峙 阿军也是油盐不尽 反而还变本加厉的妈芳 村长看着这种毫无道德的行为 觉得光靠嘴劝说肯定是不行的 于是就强行拉着她出门 决定把她拘留几天好好管教一下 经过一番强势拉扯下 便压着阿军乖乖地走了 阿芳见此情形心理便松了一口气 这回终于可以安心过一段时间了 于是把行李卸下来 准备做今天的午餐 由于这么多天在外面劳碌奔波 妞妞也是饿瘦了不少 加上自己也快生孩子了 必须得吃点有营养的食物 在经过一番烹煮之后 解开锅也是热气腾腾 待米饭冷却一些之后 便一勺一勺盛在碗里 自从娘俩被酒鬼丈夫赶出去后 今天终于吃上了喷香的米饭 看见女儿吃得这么开心 妈妈也为她感到高兴 就这样一口一口地喂着 直到整晚都吃个精光 看来小家伙真的是饿坏了 要不然平时挑食的 她肯定得剩不少 当吃完饭之后 阿芳也是坐在凳子上休息了一会儿 眼看地上比较脏乱 还有一大把没有打扫的鸡毛 这让她心里很难过 毕竟娘俩每天饿了上顿没下顿 于是强迫症的她便拿起扫把 将房间各个角落清洁打扫了一番 不得不说阿芳真的是很能干 无论是带娃还是生活 样样都做得非常好 就是实在想不通这么好的女人 她的丈夫怎么会抛弃她 还三番五次害人家 待房间打扫干净了之后 顺便把周围砸草也清理了一番 说实在的这个家缺了 这个勤劳的女人还真不行 就这样忙着忙着一直干到天黑 第二天一早太阳冉冉升起 母女俩背着炎热的气温热醒了 于是起来先帮女儿砸好头发 再吃完一些小零食之后 便跟妞妞说着 今天要去一个好玩的地方 就这样牵着女儿的手 一直走着走着 阿芳顶静一看发现前面的大树上有果实 这不看不知道 一看简直吓一大跳 眼前硕大的羊桃 让娘俩真的是又惊又喜 当摘下第一个成熟的果实之后 第一块先给了女儿 然后切割离快亲自品尝了一下 看着眼前这么多新鲜的果实 这让她心里很是高兴 想必今天又能换取不少零钱 于是便匆匆收集好了半裸框 然后牵着女儿的手一直往前走 一会儿就到了村口的必经之路 就当把杨桃摆出来的时候 立马就来了一个穿红衣服的小男孩 在一番精挑细选之后 也是爽快地要了三分之一的量 就当刚刚接过零钱之后 又突然来了一个带着弟弟的小女孩 直接把剩下的一半买走了 当下看着就剩这么几个了 今天卖完应该不成问题 在等了半个小时之后 来了一个穿着蓝色衣服的小男孩 把剩下的杨桃全部买走了 看着今天的劳动成果换取的票子 妞妞也是非常开心 毕竟等会又可以去小商店 在收拾完之后 阿方便背起背楼 带着女儿来到心心念念的地方 由于这些天积攒了足够的零钱 妹子便买了一卷遮阳布 然后给女儿买了点小零食 当付完钱之后 由于妞妞吵着闹着要这个纸箱子 老板也是很爽快地送给了他们 就在刚走出小卖部的大门 调皮的女儿直接坐在纸箱 高高兴兴地吃起了零食 看着她一脸天真的模样 妈妈心里也是感受到一丝欣慰 毕竟女儿是她唯一的精神之主 肚子里未出生的宝宝 也是她生活下去的动力 吃完零食之后 便牵着女儿的手往家的方向赶去 就在他们走着走着突然发现 前面有一个年迈的老奶奶坐在马路边 走近了才发现是隔壁邻居的妈妈 由于患有老年痴呆 所以迷失了回家的方向 经过一番询问老人已经一天多没有吃饭 因为身上没有力气走不了路 善良的阿芳只能拿出刚买的面包 并撕开包装递给了她 当老人吃完一会后 也是慢慢恢复好了体力 然后阿芳便慢慢搀扶起她 小心翼翼地拖着老人的手肘 然后一路护送着老奶奶回到她自己的家 看着老人没事之后 阿芳便匆匆地向她告别 然后便牵着妞妞的手回家了 当回到家的时候 妹子也是累得两腿发酸 于是赶紧卸下背楼 不过她并没有急着休息 看着太阳光照射在房间内 这让娘娘热得极其难受 然后把遮阳布把墙壁遮盖了起来 至于之前破败不堪的防水布 直接用剪刀划开即可 在阿芳一番倒步之后 整个墙面也是焕然一新 这样就可以完全避免 炎热的太阳光照射进来 做完这些之后 肚子也是早已饿得咕咕叫 于是赶紧起锅烧水 由于家里的大米早已吃完了 这让她不得不拿泡面来临时充饥 随着倒入一碗开水 泡面也是散发着诱人的香味 要想味道好 当然也少不了经典的小料包 对于女儿妞妞来说 泡面可是她最喜欢吃的主食 比起那种没有味道的白米饭 她宁愿一日三餐都能吃泡面 当然这种美味的汤汁 也是不能浪费的 看着娘俩用餐的温馨画面 真为她们感到高兴 就这样吃着吃着 天色逐渐暗了下来 母女梁也是心满意足地在床上休息 直到第二天太阳缓缓升起 阿芳用遮阳布把门口围起来之后 便抱着女儿出门了 当他们发愁今天该做些什么工作的时候 眼尖的妞妞抬头突然发现 树上吊着一些铁西瓜 这让阿芳高兴极了 于是赶紧放下被篓 把女儿小心翼翼地放在被篓里 并叫她不要乱跑 自己一个人来摘就行了 考虑到天西瓜挂在高高的树上 仅凭自己的身高是远远够不到的 为了方便采摘果实 阿芳也是找了一根长竹竿 好在竹竿有足够的长度 轻而易举就够着了果实 在一番艰难的操作下 妹子也是顺利地采下了果实 看着这硕大的铁西瓜 馋嘴的妞妞立马闹腾着妈妈说要吃 由于这种果子只能吃里面的子 所以在野外不好操作 经过两个多小时耐心采摘之后 只收获了五六个果实 考虑到时间问题 忙太晚的话等下肯定是卖不出去了 随后抱起女儿匆匆忙忙地向路口走去 就这样走着走着发现路边有一些小野果 妹子便轻轻地放下女儿 然后就采摘起了果实 虽然这种果子还没有完全成熟 吃起来嘎嘣脆的口感也是挺不错的 还带有一丝丝的甜味 两个小蝉虫吃完果实之后 经过一番爬山涉水 便来到新的地方摆起了摊 虽然果子不多仅仅只有五个 但好在刚采摘得足够新鲜 再经过一番等待终于来了一个大姐 看着这一果子品质不错 于是就买了两个回去 就在刚接过零钱之后 突然又来了一个背着贝勞的大姐 看来这种果子很是跑火 大姐直接把三个果子都要了 导致后面来的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看到果子卖完了 阿芳也是高兴地数着零钱 毕竟今天卖的确实是挺快的 随后便收好摊位 抱着女儿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就这样走着走着 刚好在天黑之前回到了家 于是便卸下背楼 由于前几天种了一些青菜 阿芳端着一脸盆水来到菜地旁 然后叫调皮的妞妞 一个人嚼着刚种的菜 看着小家伙的动作还比较生疏 索性阿芳就一个人把所有菜地都浇完了 做完这些之后便来到屋内烧起了开水 由于特意留了一个铁西瓜 今晚就拿它当夜宵了 然后拿起柴刀将表皮砍掉 由于这种果子的瓜囊是不能吃的 所以只能吃里面的种子 为了改善一下口感 阿芳把种子直接扔到火堆中烤制 这样能把里面的色味去掉 经过一番耐心的等待 果实也是彻底烤熟了 只需把坚硬的外壳敲掉 就露出洁白的果实 虽然果肉不是很多 但好在它营养物质十分丰富 在剥开外壳之后 阿芳店和女儿悠哉地吃起了果实 吃完之后热水也是刚好烧开 由于女儿多日没有冲凉 为了防止细菌导致疾病发生 阿芳便给女儿写了一个热水灶 然后给妞妞穿上一个裙子 她也是高兴地手舞足蹈 经过一天的劳碌奔波 女儿的笑容瞬间冲淡了阿芳的疲惫 这让当妈的心里也十分欣慰 看到这里真为她们母女俩感到高兴 闲不住的阿芳今天一大早就起来忙活 她始终相信只有靠自己的双手 才能维持以后的生活 至于酒鬼丈夫阿君 阿芳绝不会指望她了 为了更方便在院子里种菜 妹子收集了一些没人要的水泥袋 只需用剪刀把袋子修平整 就可以将这些当作一个简易的盆 至于里面的填充物 阿芳直接在院子周围处理一些泥土 然后将其捣碎就得到了一堆松散的泥土 还别说阿芳真是个聪明的妹子 能将破水泥袋利用的巧妙绝伦 装入这些泥土之后 被她改造成一个高大上的土盆 然后将其搬运在房门口 直到整齐地排列成一条线 当做到一半的时候 阿芳也是累得气喘吁吁 于是便坐在凳子上休息了一会儿 一想到下个月肚子里的孩子将要出生 她心里也是肝着急 毕竟酒鬼丈夫是靠不住的 她根本不在乎阿芳的死活 于是妹子又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继续后面的工作 眼下又快到女儿的开学计 她不得不精打细算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开支 自己利用这些土盆种上一些蔬菜 可以方便自己每天食用 要是多到吃不完的话 还可以拿到路边去卖 做完这些之后 就可以种上一些芥菜苗 由于是刚种下的 为了提高她的成活率 阿芳拿着喷水壶来到水馆处 接了一桶满满的水 然后就把每一根菜苗 均匀地撒上井水 与此同时 把前几天种的也一并撒上水 确保每一株菜苗都能健康生长 话说是不是每个越南妹子都这么轻快 无论是下地干活还是在家带娃 以及采摘野果去路边卖钱 可谓是样样都做得非常出色 当做完这些之后 妹子便赶紧来到屋内 看着女儿一个人独自玩耍的样子 也是让她省心了不少 不过阿芳一刻都没有打算闲着 这不立马就给妞妞穿好了雨靴 然后再给她安排上鞋夸包 就可以正式出门开始今天的工作了 看着阿芳背着一个蛇皮带 就知道她今天是出来捡瓶子的 之所以这么拼命 是因为女儿马上要开学了 以及下个月肚子里的宝宝出生 这都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妹子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靠自己的双手赚取每一分钱 就这样走着走着 妞妞在路边突然发现了一张彩色图画 拿起一看才发现是一张宝宝学拼音的挂图 而且还是可以发出声音的 看到这里之后 妞妞也是十分开心 正好用来给自己学知识 当高兴片刻之后 阿芳母女俩又继续回到捡破烂的工作中 经过这一段漫长的路程 只收获了很少的塑料瓶 毕竟阿芳正处于贫穷的越南农村 这里的瓶瓶罐罐大多数人都很少丢弃 就这样他们一路走啊走 一直来到废品收购站 虽然数量不是很多 但好在老板娘愿意收下 当换取零钱之后 母女俩也是高高兴兴的 往家的方向走去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路程 妹子回到家也是直传夫妻 于是赶紧放下手中的女儿 由于今天妞妞捡到一张字画 让她念念不忘 这步一回到家就开始把玩了起来 看着女儿有模有样地学着里面的发声 妈妈也为她感到高兴 看着屋里杂乱不堪的垃圾 阿芳便把家里打扫了一下 由于前些天买了一些鸭子 听着她们叽叽喳喳地叫喊声 肯定是饿了 于是妹子便拿着饲料撒在鸭棚 看着她们吃完之后心满意足的样子 阿芳便洗手准备做饭了 当妹子在忙活的时候 突然来了一位神秘的大哥送来一封信 接下来母女会发生什么遭遇呢 越南19岁妈妈真是了不起 当她怀着第二胎的时候 在不靠任何人的帮助下 把杂草丛生的地体改造成了一个硕大的菜园 还搭建鸭棚养起了小鸭子 看着阿芳这几天辛苦改造的成果 真是替她感到高兴 就在今天忙完开始做饭的时候 突然来了一个神秘的男子 手里拿着一张纸交给了阿芳 当她仔细一看里面的内容 原来是镇上幼儿园的招生广告 一想到女儿都快四岁了 确实该正是送她上学了 于是第二天清晨阿芳就早早起了床 并为女儿做好了稀饭 作为一个即将上学的小朋友 她并没有感到害怕 而且很高兴地换上了新衣裳 以及一双崭新的鞋子 直到把所有准备工作都完成后 阿芳就牵着女儿的手出发了 好巧不巧今天下着稀稀利利的小雨 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妞妞的心情 反而高高兴兴地跟着妈妈 来到幼儿园报道 当阿芳要走的时候 妞妞便笑着跟妈妈说了一声拜拜 看着女儿这么乖巧懂事 妹子便放心地走出了小门 当阿芳回到家之后 首先看了一下菜苗的生长情况 发现无以偿之后便拉开遮阳部 就在回到卧室之后 她并没有闲着 首先把床上的被褥 以及毛毯整理好 随后来到鸭棚 一把一把洒着饲料 看着小鸭子每天都在茁壮成长 这让妹子安心了不少 做完这些之后 阿芳便来到房间背起背楼 就在刚出门的时候 才发现此时的天空 正下着细细小雨 不过这并没有阻挡她前进的步伐 就这样走啊走 一直向大山深处走去 当她正发愁 今天该做些什么的时候 突然发现路边有一些小小的蛋 拿起一看 还有一些斑纹 见多识广的她 一眼就看出是鸭唇蛋 由于数量比较多 加上今天出门又没有带塑料袋 阿芳随手摘了一片叶子 只需聚拢起来 便是一个简易的包装盒 就这样捡着捡着 很快就收集好了一堆 然后用树皮捆扎起来 轻轻地放入杯楼里 不过这还没有完 看着眼前这么多鸭唇蛋 她便又摘了一片大叶子 随后沿着这条小路 一直慢慢收集 直到把能看见的鸭唇蛋都掏完后 妹子才心满意足地背起背楼 然后一直向路口走去 当走到半路的时候突然下起了雨 这让没有伞的阿芳 只能临时在路边摘一片大叶子当雨 经过一个小时的路程 妹子也终于来到村口 当选好了一个极佳的摆摊位置之后 便把背楼小心翼翼地放下来 然后把鸭唇蛋轻轻地放好 这不看不知道 这四包鸭唇蛋 放在一起数量还真不少 这让她很是高兴 看来今天又可以卖个好价钱 当整理完之后就可以正式开张 经过一小会儿的等待 忽然来了一个骑摩托车的大姐 她看着地上摆着这么多小小的东西 便问起了这是什么蛋 由于她自己没有吃过 只买了一包回去尝尝鲜 好在今天的食材非常畅销 就这样一个接一个 直到最后一个大姐买走了最后一包 不过也不能全部卖完 为了给女儿补补身体 她还特意留了几个鸭唇蛋 当阿芳卖完之后便收拾好摊位 随即背起背楼 然后一直向家的方向走去 不得不说阿芳真的是太节省了 为了节省一把伞的钱 竟然出门还淋着鱼 还好她的身体比较健康 完全可以抵抗这种小雨 就这样艰难地走过这段路程 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小家 由于这几天下着小雨 屋内湿气比较重 橱柜里面有些发霉 于是便把碗全部拿出来 手把手将每个碗都清洗了一遍 确保弄干净避免细菌产生 当做完这些之后 接下来的事情你肯定猜到了 没错就是起锅烧水煮鸩唇蛋 经过一小会儿的柴火烹煮下 也是熟得差不多了 此时此刻 也马上到妞妞地放学时间 于是阿芳就匆匆忙忙地出门了 由于她没有钱买交通工具 只能慢慢地走路过去 当她来到幼儿园门口 妞妞也是高高兴兴的 在此等候多时 在告别老师之后 阿芳便牵着妞妞的手回家了 刚回到家的第一时间 妹子便用盘子尝着刚煮熟的鞍唇蛋 然后放在床铺上包着蛋壳 就这样母女俩坐在床上 高高兴兴地享用着美食 就在今天酒鬼丈夫突然回来了 看她偷偷摸摸摸地回到阿芳的住所 想必也做不了什么好事 直到把阿芳的房间翻得乱七八糟 当她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之后 这才匆匆忙忙地跑掉了 就在阿芳干完活回到房间的时候 发现之后整个人都崩溃了 她到底丢失了什么 才会让她哭得这么悲伤 今天的清晨阳光显得格外耀眼 阿芳也是早早地起了狂 准备给妞妞泡面做早餐 由于昨天剩了小半碗米饭 并吃着不浪费的原则 直接把它倒入泡面碗中即可 这样既加热了米饭 还能增添一些独特的味道 不过今天还额外烤了一根玉米 这是阿芳奖励肚子里宝宝的食物 毕竟她很快就要出生了 必须在这段时间补充一下营养 当母女俩吃完早餐以后 阿芳就把妞妞送回到了幼儿园 趁着这个空余时间 妹子便回到家 匆匆忙忙背起被篓 就开始了今天的工作 刚来到山里的时候就下起了嬉戏小雨 不过这并没有让她退缩 当妹子就在一边走一边看的时候 发现眼前长着许多芦苇 看着品相不错 她便把被篓放了下来 不过妹子只收割芦苇花的那一部分 这种植物具有止血解毒的功效 还能止些缓解肚子疼痛 至于芦苇感也不是没有作用 只是因为运输起来太麻烦 而阿芳却只背了一个小竹篓 当收割好芦苇花之后 阿芳便用长长的八毛草将它们捆扎起来 然后就一把一把装进被篓 看着妹子背起来吃力的样子 想必重量一定不会轻 当做完这些之后 阿芳便向路口慢慢地走去 经过半个多小时路程 就来到之前摆摊的老地方 趁着时间还早 妹子也是不慌不忙地卸下被篓 随后就坐在地上静静地等着 前来购买的客人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等待 也没有看见一个人过来询问 这让阿芳有些心慌 她只能左顾右盼地看着 好在等了一个多小时之后 终于来了一个骑着摩托车的大姐 只因阿芳的定价足够便宜 大姐也是爽快地买了两把 紧接着又来了一个 长得比较严稳的大姐 她一看到阿芳便打了一声招呼 由于大姐的弟弟跟阿芳是同学 看着阿芳卖得这么便宜 大姐也是一把全部包了下来 芳结果钱也是非常的高兴 今天这么早就卖完了 让她也感到很是意外 于是便背起竹篓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当回到家之后 阿芳也是习惯性地拉开了遮阳门帘 经过长时间的走路 让她热出了一身汗 妹子便脱去外套擦了擦脸上的汗水 经过这么些天的劳动付出 也是积攒了一点小钱 由于上次生妞妞 让她顺产堂得受不了 她想利用这些钱去医院生孩子 这样可以减轻一下自己的痛苦 经过一番整理就点好了数 好在这些钱加起来刚刚够 这才让她焦虑的心情缓了过来 随后用塑料袋仔细包好 直接将她放在床垫下面 眼看马上就到午饭时间 阿芳便拿起菜篮子 来到门前的菜地里 看着自己种出来的成果 此刻也终于到了丰收的时候 虽然数量不是很多 但这也让她感到很满足 毕竟省下了一些买菜钱 直到把摘下的蔬菜都洗完之后 这时阿芳的脑子也是灵机一动 一想到牛粪可以加快蔬菜的生长 她便提着一个桶 拿好小工具就出发了 就这样走着走着 就到了村里一户养牛的家庭 于是站在门口喊了几声护主的名字 发现没有人回应她之后 她就来到牛棚旁边收集泥土 只因当地的牛粪实在是太畅销了 积累到足够的牛粪 就会被人立马给收购走 所以她只能收集牛棚外面的一些泥土 就在阿芳正忙着的时候 被村馆抓去的酒鬼丈夫 今天被放了出来 她偷偷摸摸地回到了家 便站在门口望了望风 发现阿芳没有在家之后 于是鬼鬼祟祟地来到房间 只见她在橱柜里翻了翻东西 想必又是为了偷钱来的 发现没找到又翻了翻衣服 直到她翻开床垫 这才惊奇地发现阿芳的林浅 竟然藏在这里 阿君数了数发现还不少 这让她脸上笑开了花 眼看东西到手此地不宜久留 阿君便甩了一张最小面枝的留在床上 然后便灰溜溜地跑了 看来这小子真不是人养的 三番五次偷老婆的钱 村馆抓去管教也是毫无受敛 这时干完活的阿芳也是提着捅回来了 不过此时的她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然后把这些带有肥料的泥土 分别倒在蔬菜根上 直到做完才放好家伙 当她走进房间的时候 眼前的景象让她惊呆了 她赶紧来到床铺旁边 发现了上面放着一张钱 不死心的阿芳还一直翻着翻着 直到慢慢接受了前辈偷这件事 这才无力地瘫坐在床上 此时的她已经心如死灰 想着肚子里即将出生的宝宝 她的脑子也是一片空白 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的她 只能趴在床上痛哭流涕 直到片刻后她才慢慢清醒过来 想必这又是酒鬼丈夫的所作所为 真没想到她还是屡教不改 丝毫没有考虑过阿芳肚子里的孩子 接下来妹子该如何 面对即将出生的孩子 关注我 下集精彩继续 至于